民間團體發起七鳥行動 五二八包圍立法院 抗議藍白推動國會改革有黑箱一律 下午喊出破萬人到場 豬台高呼訴求 全台15縣市串聯響應 表面上要讓議場內的藍白委員感受壓力 進到舞台旁則公民中票選 最想罷免哪位藍白立委 民進黨強力抨擊民眾黨 似乎想趁機爭取青年回頭草 不過國民黨出動時光機反擊 回顧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 十二年前曾與柯總召要求 前總統馬英九到國會報告 三十多年前也曾提過立院職權調查法 當中就有刑責 這回藍白提出的版本已經過多次討論 經歷過不管是委員會的一次專案報告 以及質詢的工坊 還有三次民進黨團所提出來的要求 這工廳會超過四十位以上的專家學者 共同討論 如果說是因為沒有全盤接受民進黨的版本 就叫黑箱的話 那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稱呼黑箱 而其中就有爭議的藐視國會罪公務員若虛偽陳述 可能涉及刑法或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被質疑擴權 不過其實他國也有相關規範且罰的更重 美國可以罰到十萬元以下美金 英國最高監禁兩年 南韓最高能管三年 民進黨雙標也不是一次 按照世界各國的標準來講 我們的法則是比較輕的 事實上美國 日本 德國 法國都有 而且我們是對相關人權的保護也是相當到位的 來日立院工坊各有各的說法 最終人得交由人民彈開檢驗 東森新聞 劉偉辰 優雅 新章月圈 台報道